这个母亲竟然吃八岁女儿的醋 她认为漂亮的女儿夺走丈夫的爱 于是对她拳打脚踢 将奄奄一息的她埋进面粉 好在父亲回到家中 及时将她救了出来 夫妻二人因此大吵一架 可是母亲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反而更加的憎恨女儿 她觉得女儿就是妖精 用美貌夺走了丈夫的爱 正因如此 玛丽从小到大就没有感受到母爱 她也曾主动尝试向母亲示好 却被无情地推开 父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会私下关心玛丽 可这换来的是母亲的变本加厉 她将玛丽的长发剪短 动作粗暴至极 剪刀划破玛丽的额头 鲜血渗出 她也丝毫不关心 而年幼的玛丽无力反抗 只能默默承受 玛丽的童年就在母亲的折磨中度过 母亲稍有不顺心 就会对她拳脚相加 有时玛丽会害怕地躲进床底 就算这样 母亲也不放过她 将她从床底拽出 又是一顿暴打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扇在脸上 玛丽再也忍不住了 一把推开母亲 想要逃跑 气急败坏的母亲 发疯式地操起地上的棍子 恶狠狠地砸在玛丽的头上 玛丽掩掩一息 被父亲送进医院 才捡回一条命 看着身受重伤的玛丽 医生也不敢相信 这是亲生母亲下的毒手 为了防止玛丽有生命危险 医生建议父亲 让女儿和母亲分开住 无可奈何的父亲 只好将女儿交给亲戚照看 时光飞逝 几十年过去了 如今的玛丽已经长大成人 成为了一名警察 正在调查一起凶杀案 死者年仅十三岁 全身赤裸 被抛尸在森林里的小戏边 死状十分奇怪 脖子上有深深的勒痕 双手被摆成特殊姿势 身体上还放着一块蛋糕 像是在举行某种特殊的仪式 法医初步鉴定女孩死于窒息 并没有被凶手侵犯 由于案发地是玛丽从小生活的小镇 上级让她全权负责此案 虽然她极不情愿回到这里 让她留下童年阴影的小镇 很快 命案再次发生 受害者同为年轻少女 经过调查 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极其相似 玛丽推测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还未等他们过多的梳理案件细节 第三起命案接踵而至 女士浑身赤裸死状凄惨 只有私处用蛋糕覆盖 她被凶手摆放在小戏边 呈现出诡异姿势 似乎在进行某种仪式 凶手还特意把女士的高跟鞋放在路边 期待她精心打造的作品早点被人发现 经过调查 警方很快确认死者身份 来到死者家中调查 家属告知 她是一名典型的乖乖女 成绩优异 不吸烟 不喝酒 不烫头 也没有早恋 更不可能与外人结仇 然而 当玛丽打开她的电脑 发现一个私密文件夹 里面全是女孩的不雅照片和视频 看来女孩并不像家属所说的那样人处无害 通过对案件的梳理 仔细对比三起案件的细节 玛丽发现 三名受害者的私生活都极其混乱 凶手将她们杀害后 摆成特殊姿势 这种姿势与圣母玛丽亚极其类似 玛丽推测凶手应该是有某种心理洁癖 认为这些少女都不纯洁 于是把她们清洗干净 赤身裸体摆成圣母的姿势 抛尸在森林的小溪边 让她们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而且她们的身体上都被摆放了蛋糕 于是玛丽决定从蛋糕入手展开调查 正好玛丽家是镇上有名的蛋糕师家 她将死者身上的蛋糕拿给蛋糕师姐姐 让她帮忙分析 只见姐姐掰下一小块蛋糕 放进嘴里一番细细品尝 很快便得出结论 蛋糕采用顶级原材料 出炉时间不超过四天 烘焙工艺也十分特别 镇上只有四家店有这样高超的手艺 玛丽想要完整的名单 姐姐却眼神躲闪 故意拖延交出名单的时间 原来姐姐的蛋糕店也在其中 玛丽只能先行回到警局 继续展开调查 在档案室 一位老警员向她提供了线索 过去二十多年间 发生过多起类似的案件 死者都是在被勒死后 被摆成特殊姿势 然后赤身裸体抛尸在河边 尸体残破不堪 但辫子却还疏得整整齐齐 身体上还摆放了糖果 案发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但是的警方对此也无能为力 八年前凶手突然停止了作案 案件也就不了了之 直到最近凶手再次作案 玛丽推测 凶手最近肯定是遭受了某种刺激后 才会再次出现 可凶手似乎不太想给玛丽喘息的机会 警方再次接到报警电话 第四起凶杀案发生 少女惨遭伤害 身体用麻袋包裹 扔在偏僻的木屋 她的眼睛死死盯着前方 脖子上全是瘀青 无法想象生前遭受了怎样的折磨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发现这起案件 与前几起连环杀人案有些许类似 但是 玛丽很快识别出其中的端倪 虽然几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少女 但是这一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还是与之前几起有着明显不同 因此 她判断这是有人模仿作案 想要伪造成连环杀人案 模糊警方视野 果然 当玛丽从案发现场回到警局 就有人向警方提供线索 此人正是死者母亲 她举报自己的第二任丈夫 也就是死者的继父杀害了自己的女儿 很快 警方抓到了女孩的继父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继父对女孩垂涎已久 看着她一天天长大 进入青春期 她再也控制不住 受刑大发将女孩侵犯后 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 于是将女孩活活掐死 然后抛尸小木屋 伪造成新闻上报道的连环杀人案 没想到还是被警方发现 这一起案件结束 另一边的连环杀人案也有了新的进展 玛丽发现姐姐竟然私下与案件的检测人员接触 试图更换自家面粉样本 玛丽将姐姐带回警局调查 原来尸体身上的蛋糕成分与姐姐家的一模一样 经过一番讯问 姐姐交代 她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 维护自家蛋糕店的生育 不想自家世代经营的家族产业 受到连环杀人案的影响 说到这些 姐姐越来越激动 诉出这些年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 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是怎样的辛苦 而玛丽却当了警察 远离家庭 对母亲也不管不顾 这突如其来的指责 让玛丽瞬间回想起 自己小时候被母亲暴力殴打的画面 心里多了一丝恐惧 母亲给她带来的心理创伤至今也无法抹平 从警局出来 玛丽遇到了姐夫 姐夫告诉玛丽 她与姐姐的婚姻已经名存失亡 一年前就已经分居 所以姐姐的情绪很不稳定 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让玛丽多多担待 而另一边 玛丽因为直系亲属涉及连环杀人案 被上级要求回避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她意志消沉 她决定直面过去 去精神病院看望母亲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玛丽内心还是止不住的害怕 小心翼翼的呼喊母亲 看到玛丽 母亲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嘴里骂着 念慕争鸣想要抓住玛丽 几十年过去了 母亲对玛丽的厌恶依旧没有减退 从病房里出来 医生告诉玛丽 母亲的情绪十分不稳定 前几天就把护理人员当成玛丽 将护士的眼睛戳伤 还咬乱了她的脸 幸好姐夫及时赶到 才将疯狂的母亲安抚 玛丽渐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姐夫能安抚疯癫的母亲 说明两人有着共同之处 暴力而又偏激 再次梳理连环杀人案的细节 姐夫和姐姐八年前结婚 凶手也正式八年前停止作案 一年前二人婚姻破裂 凶手也正式在一年之内重新开始杀人 而且尸体上的蛋糕成分和姐姐家的一模一样 玛丽怀疑姐夫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于是 她马不停蹄地赶到姐夫家中 果然在地下室里发现了受害女孩的照片 正当玛丽震惊之时 姐夫从身后出现 一产子将玛丽手上的枪打掉 向玛丽坦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她认为那些女孩都是不自爱 不贞洁的女人会污染整个镇子 所以她代表上天将她们清理掉 这是正义的 玛丽趁机捡起地上的剪刀 扎进姐夫的大头 二人扭打在一起 可玛丽根本不是对手 被姐夫死死掐住脖子 玛丽没有反抗的余地 就在危机之时 姐姐出现 一枪爆头 亲手将姐夫击毙 到此 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 小镇也重新恢复了平静 电影看不见的守护者 改编自西班牙悬疑推理小说家 多罗雷斯雷东多的代表作 巴斯坦三部曲之隐形守护者 号称比沉默的羔羊 犯罪心理更惊悚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原著